Hello大家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儿的油管技术学堂 那么今天小鱼儿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点 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做油管必备的一款工具 那就是我们的Chart GPT 那么为什么说是必备的一款工具呢 那这个也是小鱼儿长期做视频以来一直都在用的一款工具 小鱼儿从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做了几百个视频了 几乎每一个视频都会用到Chart GPT 所以这里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备上这款工具 那么这款工具它能干什么呢 接下来小鱼儿详细给大家讲解 如果说你是刚开始做油管,刚开始做YouTuber的话 那记得可以订阅小鱼儿的频道 我这个频道就专门讲解最简单最基础的一些 做油管的一些知识分享 那么GPT它能干什么呢 这里小鱼儿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做视频 我们是需要视频的脚本,视频的文案 那么首先第一点Chart GPT它可以帮我们写文案 写脚本,故事脚本,视频脚本等等 所有跟文案有关的通通都可以交给GPT 比如说在这里我给这样一个提示词 那么假设你是一名上千万的视频博主 懂得如何做出流量爆款视频 那现在呢我要做一个8分钟的旅游视频 地点是法国 请帮我一个 请帮我以导游的口吻来写一个介绍景点的一个视频脚本 OK我们直接发送 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要用它 它的工作效率呢非常的高 完全不用我们去思考 我们要去各种搜索 去准备各种素材 完全不需要 这里呢我们直接就可以用它来帮我们生成 如果你觉得不够长 OK那你可以让它再写长一点 脚本再长一点 介绍再详细一点 OK发送 那这个GPT呢你让它生成文案脚本这些呢 都是最最基础的一些啊可以看一下 根据以上内容啊分别生成对应的 我这里就让它生成三张嘛 尺寸16比9OK 那么这里我就直接让它帮我生成图片 那可以看到了它正在快速的帮我生成图片 那么不是所有的GPT它都可以帮你生成图片啊 我这里用到的是一个GPT4O啊 可以看到我用的是GPT4O的一个图片 我用的是GPT4O的一个模型 大家都知道GPT的话 它的一个免费版本呢是3.5 3.5呢是免费版本 那么你如果要升级GPT到 从3.5升级到GPT4 或者说GPT4.0 GPT4O就是这个GPT4O 还有一个GPTplus 那么你都需要去升级啊 你才可以用它来绘图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它可以直接帮你创建出这样的图片 那么还没有升级的小伙伴呢 我建议你呢可以升级一下 因为我们无时无刻我们做视频呢 很多时候都会需要用到一些图片 当然GPT4O呢可以看到它呢可以适合处理复杂的一些任务啊 你可以让它帮你生成一些代码 帮你生成一些帮你识别图文 帮你做PPT等等都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说很多新式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升级啊 甚至有的朋友呢还没有账号的描述栏呢 小鱼儿有放一个GPT升级的一个教程 以及一个GPT3.5成品账号一个购买的一个链接 这里呢链接呢在描述栏 我也会在右上角放一个GPT升级的一个计划 大家可以去先看一下 GPT升级的一个教程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OK那这个生成出来的图片效果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里还有一个iPhone铁塔 那么这个是GPT呢生成文案脚本 故事脚本以及绘图的一个 我们常用到的一个常用到的一个方法 那接下来呢我们除了写故事写脚本写文案需要用到它 那还有哪里能用到它呢 那接下来就来到第二个点 那它呢还可以帮我们写你的一个字评的一个标题 以及字评的一个标签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所有的标签呢都是用GPT生成的 那具体怎么使用呢 那接下来呢我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再回到GPT 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点击左上角 这里有个打开边栏 我们点击打开 然后这里有一个标签生成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经常用它来生成一个标签 所以说呢我就会在这里呢给它重新命名 怎么样重新命名呢 可以看到你每使用过的这些全部是你的一个历史记录 你昨天前天大前天使用过的这些全部都在这个下面 如果你没有给它重新命名的话 那你可能不知道哪一个是你常用的一个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聊天室 这个GPT其实之前呢小鱼有讲过哈 不在这个频道在其他频道有讲过GPT的一个使用教程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会把相关的链接来放在描述栏和右上角 这里怎么样 我们点击这里有三个点 重命名 OK 那么你可以把你的相应的啊 你的这个内容的一个标题呢给它起一个 起好之后呢直接点击就OK了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专门生成标签以及标题的一个地方 那怎样生成一个标题呢 接下来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 这个GPT的油管里面它的标题呢是 这里大家可以点击一下 可以点一下 这里点这里点这儿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后面有100个字 那就是我们的标题呢必须控制在100字以内 那这个标题该怎么样写 后面呢小鱼呢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讲解一些视频啊 所以这里呢还没有订阅关注小鱼呢呢 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那这个标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今天呢只是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标题怎么样用GPT来帮我们生成 那这里可以看到我已经写了70个字了 还有30个字这是我们自己可以简单的写一个给出几个关键字啊 或者关键的两句话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GPT 那这里呢假设你现在是一名YouTuber的运营专家 那请根据视频内容帮我写一个100字以内的视频标题 OK这里打两个冒号 这里我们加一个Shift加Enter 然后呢我们转个行 把我们刚才的给它粘贴到这里 那让它呢帮我们写一个视频标题 点击发送 OK这是它给出的一个标题 有点短那么我们可以让它再长一点 不满意啊你可以直接让它再帮你生成 那么这就是一个100字以内 刚好100字的一个视频标题 YouTuber新手必看完整教程 详细讲解设置视频描述栏 添加内容和链接 OK那你直接把这个复制好之后呢 开心 直接点击一个Counter加Sea 回到刚才这个页面 直接把它粘贴到这里 那在这里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抄了 抄了怎么办 我们让它再简短一点 当你经常使用它的时候呢 那它就已经被你训练出来了 你发给它 它就会立马给你回复你想要的内容 OK 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里呢可以看到了 它多了几个字 自己把它删除就可以了 这里就90多个字就OK了 那就不用我们去 抠头抠脚的去想标题啊 这个这个真的是很难啊 我们有了它之后呢 真的对我们做视频呢 减轻很多负担 特别是对于就像小鱼这种啊 没有文采 没有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丰富的这些知识啊 这些取标题简直就是比登天还难啊 所以我们要学会使用这些AI工具哈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我发给它 让它帮我生成的一些标题 可以看一下啊 我发了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帮我生成 接下来呢 那我就教大家如何用它呢 来生成我们的一个视频标签 往下拉 这里呢 在我们上传视频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环节叫标签 要展示你的标签 那这个标签呢 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相当于油管呢 它会根据你的视频呢 来给你打标 那你自己有一些合适的标签呢 慢慢的时间长了 那油管呢 它也会注意到哈 它会自动的帮你归纳到你的标签的这一类 这个标签在哪里能看到 这里我们回到YouTube 我这里随意点一个 那么这里直接看 还看不到视频标签啊 那如果说你用了一个 偷芭比的话 那你是可以看到视频标签 不光自己的 还有别人的视频标签 你都可以看到 那这个甚至呢 你还可以用 偷芭比呢 去复制别人的一些视频标签 那么之前小鱼儿 之前小鱼儿讲这个 偷芭比的时候啊 这里面呢有有简单给大家讲过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啊 这个偷芭比呢 它是一款优化工具啊 专门优化我们的一个视频内容啊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相关链接呢 我都放到了下面的视频描述栏哈 我们的视频标签 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 这个视频标签 那我全部是用GPT帮我生成的 那怎么生成的 用了什么提示语 这我们再来的标签这里 回到我们的GPT 我有一个提示词模板哈 我每次都会使用的这一个 那这里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在下面呢给小鱼儿留言哈 这里我我的一个模板呢 长期都是我用的就是这一个模板 那么就是你现在是一名 YouTuber的一个运营专家 请根据我以下的视频标题内容 帮我写30个视频标签 那不需要排序 每个标签之间呢 只需要逗号隔开 OK接下来呢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内容哈 把我们的标题内容 把它复制一下 给它粘贴到这个下面 附带到这个下面 这里我们再点一个 Shift加Enter中间空格一下 直接发送给它 可以看到它在快速的 帮我们写这个视频标签 那这里视频的标签就出来了 那细心的小伙伴呢 可以观察到小鱼儿的视频标签里面 那除了中文标签 还有一个繁体标签 包括还有一个英文标签 这些呢我们用GPT 都可以帮我们完成哈 那这里接下来我们就换个 再帮我生成15个繁体标签 那么GPT帮我们生成的这些标签呢 都是这些观众常搜索的 一些视频标签 那如果你自己想出来的标签 可能它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写上去呢 也没有人能搜得到 那这里也繁体标签出来了 那我再让它帮我生成 10个英文标签 那么甚至更多的一些视频标签 比如说日语标签 日语标签 或者法语标签 或者韩语标签 或者西班牙语标签 都OK 你想要哪国的语言 那你直接这里发给它就可以了 你这里生成好的一个视频标签 我们可以复制链贴 直接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 那有的时候你到这里面 它会多啊 因为我刚才里面已经有很多了 多的话没关系 我们直接把它删除就可以了 OK 那这里不能超过500个字啊 那这里呢 我们弄好之后 就直接点击这个保存 那这个就是我们视频的一个标题啊 以及我们视频的一个标签的一个 用AI来帮我们完成啊 这个我们可以大大的提高 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2024年呢 是AI呢 非常使用频繁的一点啊 你不会使用AI工具了 那你可能别人在制作五个视频 十个视频 那么你可能啊 两个视频还没有制作出来 所以建议新手朋友们呢 一定要把这个GPT呢 给用起来 OK 今天呢 主要就给大家讲这个GPT怎么样啊 我们的新手朋友 如何使用GPT呢 来提高我们的一个 做视频的一个效率 这里相关的链接呢 我都放到描述栏啊 大家可以去看啊 感兴趣的朋友呢 还可以观看小悠乐其他视频 那我们就再见